主日三分钟 天主教教理重温 卷移基督奥积的庆典 第一部分 圣事圣救恩计划 第一章 教会时期的逾越奥积 第一条 礼仪天主圣三的工程 礼仪中的基督工程 基督在教会的礼仪之中 主要是表明 和实现他的逾越奥积 当他的时辰一到 他经历了一件 在历史之中永存不留 独一无二的事件 基督一次而永远地死亡 被埋葬 从死者中复活 升天 而且坐在天父的右边 基督的逾越奥积 是不会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之中 因为基督 已经借着自己的死亡 摧毁了死亡 于是 基督 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 和所受的一切苦难 都分享了天主的永恒 超越万世 而淋宴人间 復活的基督 中途继承 本身 就是圣事 通过圣跌圣事 而得以传递 为了完成分思 和通传基督的救恩工程 基督 是尚与祂的教会同在 尤其是 临在于礼仪行动之中 基督 祂临在在 尼撒圣祭之中 基督 也临在在 施祭身上 而基督 在感恩圣祭 酒饼的形式下 的临在 更加达至 礼仪的高峰 基督 又以其德能 临在在 圣事之内 因而 无论是 哪个父祭 实在 是基督 亲自父祭 基督 也临在 自己的言语之中 因而 在教会之内 攻读圣经 实在 是基督 亲自发言 最后 当教会 祈祷 和歌颂天父的时候 基督 也都临在 其间 正如他所 许乐的 那里 有两个 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 聚在一起 我就在 他们中间 天主教教理 告诉我们 在人间的 礼仪之中 我们实在 是遇上 并且是 参与 乃在天上 圣城耶路撒冷 所举行的礼仪 我们以 朝圣者的身份 向天上 耶路撒冷 迈进 在天上 基督 坐在天主的右边 作为圣所 和真会莫的神墓 我们 我们皆同天朝 全体的 军类 向上主 宽唱 光荣的赞歌 我们尊敬 并纪念 所有的圣人 希望 加入 他们的行列 我们也都期待 我们的救主 耶稣 基督 并将 和他一起 出现在光荣之中 求主 坐有我们 能够借着天主教教理 丰富 和提升我们的礼仪生活 并求主 引领我们 在礼仪之中 去反省 去认识 耶稣 基督的爱 并与他 结合为一